上一集啊 咱们讲到这个雍正皇帝用人 唯才是举 而且呢 君臣之间啊 相处的也十分愉快 应该说啊 雍正朝之所以能够奠定后来的乾隆盛世 跟这个雍正皇上会用人 是有直接关系的 上集咱们介绍了一位传奇性的人物 李渭 那么这一集呢 咱们再给大家讲讲雍正手下的两位名臣 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田文静 再有一位呢 就是鄂尔泰 首先呢 咱们先说这个田文静 田文静汉军整蓝齐人 我们一说这个清朝的历史 就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 有几个误会 比如说说这个清朝 满汉不通婚 对吧 其实准确的说不是满汉不通婚 是齐汉不通婚 对吧 因为这个八旗里有满人 有汉人 也有这个这个蒙古人 是吧 有人说你看这个这个清朝的这个 呃 妃子是吧 后妃 没有这个汉人 没有汉人 但是有汉齐 年庚瑶的妹妹不就雍正的妃子吗 所以这田文静 他名字 你看田文静 这这绝对是汉人的名字 但他是汉军整蓝齐人 跟这个这个这个 他也在齐 就这意思 齐人见皇上都可以自称奴才 汉人称臣 但是你不要以为臣就比奴才高 臣其实不如奴才 是吧 为什么呢 奴才人家是一家人 人家是皇上家里人 是这个意思 田文静啊 出生的时候是康熙元年 你可以想象到了康庸交替这会儿 田文静六十好几了 康熙也在位是六十一年呢 虽然早早的踏入仕途 但这个时候呢 他仍然只是一个 普通的中层官员 也就是官职 也就是什么郎中啊 御史啊 也就到这儿 就是仕途啊 其实一直不是很顺 可以讲啊 在康熙朝 这个田文静一直呢 是不显山不漏水的 这么一个人 直到了雍正皇帝继位之后 这个田文静开始大放异彩 这都不是大气晚成了 这大气老成 那么雍正爷是怎么发现的 这个人呢 这就得从雍正远年说起 当年山西大汉 巡抚德音隐匿不报 怕皇上知道这件事之后呢 影响自己的仕途 恰好田文静当时出差 路过山西目睹流民惨弱 百姓哀嚎震天 饿瓢遍野 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 就不忍心让老百姓了 遭受这般苦难 就决定赶紧返回北京 上奏皇上 雍正皇帝这才知道 啊 离京师 就就就 挨着这个直立的山西 竟然出了这等大事 赶紧派人速往山西赈灾 灾情才得到了缓解 拯救了七八十万百姓的生命 因为这个田文静这一次的直言不讳 让那个雍正皇帝看到他的可贵之处 也因为这个契机 所以呢 他被这个升为山西部政史 当然啊 你说这个田文静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雍正的信任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属于孤臣 不结党 不营私 无党无派 科举出身的一派 挤着他 因为你不是科举正途出身 你汉军齐人 满蒙贵族呢 也看不上他 你毕竟不是我们满洲人 蒙古人 你是汉齐 汉齐都是原来我们褒衣奴才 都汉不得这种感觉 嘴唠唠不疼 舅舅不爱 无党无派 最符合雍正的心意 因为你不会有捧党问题 你跟谁都不靠 那就跟我靠吧 皇上就喜欢这种十三不靠了 这种大臣 直接跟皇上建立 这军臣信任的关系多好啊 田大人就任河南府台 没有辜负皇上一片希望 自从到任河南拼了命的工作 那都不是996 那简直是007 新官上任三把火 先从河南击毙已久的问题入手 整顿河南官场 弥补财政亏空 但是田大人这把火啊 烧得太急太旺 他的作为确实很有成效 同时使一部分河南官民利益受损 所以各种小报告 雪片一般的就飞到了紫禁城 当时呢 也没有个什么大数据 那说分析一下 那就是我现在这讲青史呢 那有多少人是点我赞 有多少人采有多少人骂我 说这一目了然后台都能统计 那会儿没有 只要地方官上下串通一气 朝廷很难得到真相 那你这么多人都告田文静的状 皇上就有点二呼了 哎呦我是不是看错人了 这老田怎么一下子之后这么得罪人呢 所以雍正二年皇上给田文静的这个猪批就写 啊说你要改革立志 首先要秉公 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现在这么多人有怨言 你得反思自己 到第二年 虽然这个皇上得知河南的管理情况有所好转 但是呢仍然不信 皇上又不信了 哎又在玉笔猪批当中写 说你刚去河南不久 政绩就这么好 你是不是有粉饰的嫌疑 是吧 你傻呀还是我傻呀 是吧 你你你你甭跟我来着力 这谁没见过 由此可见呢 这田大人刚去河南 雍正皇帝并没有这个完全相信他 但是后来陆续接到其他官员的密哲 跟河南这个利益关系不大了 和分派到各地的侍卫的报告 说田文静治理之下 河南连年丰收 百姓安居乐业 这才打消了一律 就开始相信这个田文静 这一相信 给田大人这个这个猪批 语气就变了 语气就变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雍正皇帝给臣子写的那东西 有的都是肉麻 你都怀疑他们俩狗鸡 都怀疑这个 所以雍正五年 皇上给田文静的猪批 一改常态 说你们河南今年又是大丰收 朕非常高兴 老天也感谢你 朕和百姓也感谢你 田大人你看皇上这么说 我天哪 受宠若惊啊 天恩浩大 皇上终于明白 陈朕一片担心 赶紧向皇上表态 说陈目中为之有皇上 陈意中意为之有皇上 君臣大义如父子天性 坚不容发 这话就说到这个雍正心坎里去了 皇上美的鼻青泡都出来了 后来这个田文静在这个河南 确实做到了政绩天下第一 每年这个利益部考核都排第一 皇上对他就更加宠信 爱屋极屋啊 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 雍正六年四月 河南梦金有一个农妇姓徐 捡了整整一百七十两白银 但是 这个这个徐氏呢 和丈夫没有私吞 这笔意外之财 而是找到了施主之后呢 把银子就还给了他 施主呢 实际上是一位远道而来的棉商 有钱 不差钱 就拿出六十两当谢礼 这六十两银子对于农民来讲 天文数字 农民一年啊 能挣个二三两 这就顶头了 那所以六十两差不多相当于他一辈子的钱 但是两口子拒不接受 我们不要 商人说哎呀妈呀 我太感动了 我一定要表彰你们 我给你们送锦旗 我给你们上级领导写信 一来二去 这件事让田文静知道了 田文静听说之后 也是深受感动 看来我河南境内已经是路不时宜 夜不必户的程度 所以自己拿出五十两表彰徐士 这是朝廷赏给你的 我拿这钱表彰你 并且把这件事写写奏折 报给了这个皇上 陛下您看 我们这儿 凶无点墨的百姓都有十惊不昧的觉悟 雍正皇帝知道之后更是高兴 下旨夸赞徐士夫妇 赏银白两 甚至受给这个徐士的丈夫七品顶带 当支线 你这一百七十两银子减在这值 当然这个七品顶带只是 就是你一丝一丝就完了 没人给你发工资 你可以穿上他嘚瑟嘚瑟 一般人不敢把你怎么样 你也没有实缺可受 后来这个河南又一个平民 捡到了二十四两银子 物归原主 这个田文静再次上奏皇上 皇上又下旨 赏五十两银子 九品顶带 你说雍正皇帝这么做 真的就是要表彰这些老百姓吗 当然不是 皇上就是想告诉大家 老田是地方都府的榜样 都跟田大人学着点 你看他治下的百姓 老百姓都有这种觉悟 皇上甚至把田文静当成自己的福星 其实雍正皇帝令人特别迷信 以后咱们再给大家这个讲 雍正的迷信在田文静身上体现出来一点就是 皇上认为田文静赴河南之前 当地连年饥药人民流离失所十年久灾 而他一到任天气立马恢复正常 贫碎疯人 这简直是老天爷赐给朕的吉祥物啊 然而讽刺的是田文静静靠举报德因 逆不报灾起的家 到了晚年他却走上了跟德因一样的道路 因为他很快就进入晚年了 他六十多岁才当巡抚 很快 这大概也是这个进朱者赤进墨者黑 田文静知道皇上迷信什么祥瑞之类的啊 就开始习惯性的每年向朝廷报告丰收 祥瑞啊 这些事哪儿长灵芝了 哪儿哪儿铁树开花了 整天就爆热了 雍正八年河南发生水灾 田文静为了政绩不向中央报灾 本来老百姓都吃不上粮食了 他大言不惨的跟皇上说粮食有的事 这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河南灾民只得向山西陕西的商人卖孩子换粮食 就这样田文静还是逆灾不报 大量的那个灾民冤死 你想只包不住火 最终这件事传到皇上耳朵里边 皇上大怒赶紧派其他官员去赈灾 但是呢对田文静皇上可能也想了他没几年活头了 是吧 你想他康熙元年生人 到雍正八年六十九了 人活七十古来兮啊 就没处罚他 两年之后 田文静果然就病死了 总的来说啊 这个田文静基层经验丰富 处事方式啊 这个也很得体 直言不讳 敢于建言 他这个为官之道 是深合雍正皇帝之意的 厄尔泰呢 咱们在这个李渭那集给大家提过一嘴 不知道呢您有没有这个印象 这个厄尔泰这名一听这种地道的满洲人 世袭四品 左领 啊咱们讲过八旗都统之下 就是这个左领啊 在之下呢是参灵 他的祖父图艳突 曾任户部廊中啊 相当于现在财政部的司长 可惜呢 这个厄尔泰在康熙年间啊 跟田文静的这个情况有些类似 怀才不遇 一直呢在不痛不痒的这个岗位上工作 咸牙冷嘲啊 自己呢也曾经写过一首诗 吐露心声 其中有一句 看来四时有如此 变到百年已可知 哎呀我这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没想到的是 遇见雍正皇帝之后 官至云贵总督 入职军机大臣 一代名臣 想当年雍正皇帝还是雍亲王的时候 就拉厄尔泰啊投靠他 厄尔泰当时只是个小狼官 就是相当于这个处长啊 什么的这个这个 副司长啊这种小官 但是却以皇子不可结交外臣为由 不肯接受四爷的橄榄枝 你伸过来我没看见 没想到这四二个对他更加欣赏 觉得此人刚正不恶 绝对是个忠臣 雍正继位召见他 就非常赞赏 对他讲 如以狼官之威而敢上聚皇子 其守法甚今 今命辱为大臣 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 啥意思呢 想当年你就是一个小狼官 我以皇子之尊 我拉拢你 你把我拒了 说明你这个人讲规矩 这个这个守法 我现在让你做大臣 你做大臣之后 别人找你拉官去走后门 肯定没戏 就这么个意思 咱们常讲啊 说谁谁谁是坐火箭升的官 坐直升飞机升的 坐火箭升的 但是他们跟鄂尔泰的升官速度比啊 那都太小儿科了 雍正继位 这个鄂尔泰江苏不正史 咱们讲过这不正史是什么官 两年之后升广西巡抚 鄂尔泰敢去赴任 刚走到道上 这个圣旨传来 调他去任云南巡抚 管云贵总督市 虽然你是巡抚 但熟理云贵总督 所以鄂尔泰就只好 去这个云南 在云南任上短短一年 十寿云贵总督 加兵部尚书督察院 又督御史弦 雍正六年又奉命监管广西 成为了云贵广西总督 雍正十年招入京城 受封为宝和殿大学士 那咱们讲过 大学士三殿三格 宝和殿文化殿五英殿 文渊阁东阁体人阁宝和殿 是位居首府 并且呢 这让他做国史 十路民史三管的总裁 国史馆啊 然后十路就是皇上 一言一行道被记录下来 十路馆和民史馆三管总裁 同年加封一等伯爵 后来这个都寻闪干 精略军务 可以讲 鄂尔泰短短十年就从三品的布政史升到了正一品大员 而且还封为伯爵 在清朝这个民爵里啊 公侯伯视为超品 子爵一品 南爵二品 所以这鄂尔泰既然加封一等伯爵 就实际上就是他们一品官还高了 简直就 就是开了外挂 后来这个 一直到贵州叛乱 鄂尔泰处理不当 被消去伯爵 但是呢 仍然保留南爵爵位 然后领大学士俸禄 可以讲啊 在雍正这样的这种 就是雍正这个人为人也比较苛刻 咱们后面还会讲 而且呢这个绝对独裁君主政体之下 鄂尔泰能得如此善终 非常难得 那你说这鄂尔泰到底有什么本事 让雍正皇帝真的对他另眼相看 主要就是俩 第一个他特别会取悦于雍正 你要说这个搞祥瑞拍马屁这方面 鄂尔泰要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田文庆比不了 当然你说天天拍马屁 肯定不是让雍正皇帝能重用他的主要原因 否则雍正皇帝就称不上是英主 鄂尔泰也称不上是能臣 谁不拍皇上马屁 谁天天指着皇上鼻子骂啊 不想活了 所以这个人呢 本事很大 其他人大臣也都对鄂尔泰评价很高 说他大局好 宜学处多 十量宏渊 规划九远 全都是这种好词 他的建议甚至能够影响整个大清的气数 好多人到这就疑问 说鄂尔泰有这么大能呢 事实证明确实有 连雍正皇帝都肃然起敬 这个事就得从他当这个云贵总督的时候说起 鄂尔泰到任之后不久 就听说贵州地区的苗民啊 经常受到当地土司的压迫欺凌 导致当地苗民联合起来造反 朝廷也曾派兵镇压 但是镇压下去之后 没过多久 这些苗民又造反 反反复复给清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 消耗了很多人才物力 这个问题在顺治康熙朝都没有解决 为此鄂尔泰上书雍正皇帝 阐明自己的见解 这个见解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改土归流制度 什么叫改土归流 就是把当地土司制度废除 改为实行留官制 留官制呢 就是直接由朝廷派官员去任职 土司制度啊 从元朝就开始实行 因为这个像云贵川 尤其是川西地区 在这个历史上啊 其实他一直不受中原王朝管辖 云贵地区大家都知道 唐朝的时候是大理国 宋朝的时候是南兆 川西地区呢 好多的好多地方呢 他属于土拨 所以那个地方啊 朝廷有点边长莫及 那他不是这个 这个汉族聚居的地方 所以朝廷对这些地方怎么办呢 就实行机密之策 怎么个机密法呢 就在当地 比如说设立宣卫司 任命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投人为宣卫司的长官 什么宣卫使啊 任命你长官 郑三平 但是 你们家 世代相言 世袭网替 所以这地方就 基本上就跟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差不多 一个一个的小王国 那就在自己的领地上 为所欲为 欺男把女 无恶不作 朝廷拿他就没一折 所以 这个 鄂尔泰一建议改土归流 不仅消除了土司制度的弊端 加强了朝廷对当地人的管理 对于不法的土司和造反的苗民 剿斧并用 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二十年来的苗民叛乱 在鄂尔泰手上 一年时间就把它平定了 而且这一项政策 对后世影响深远 可以讲 在满洲贵族里边 这个除了十三爷允祥 最得宠的就是鄂尔泰 而他呢 也代表着最核心的满洲官员 以至于他位居相位 他死后入寺贤良辞 其中这个最体现皇上对他宠信的是在雍正四年 皇上做主 把自己最心爱的两位这个满洲大臣 联系在一起 把鄂尔泰的侄女 许配给了十三爷的儿子 那这就是说奉旨联姻 以后你们多多交往 多多联系 我不担心捧党问题 鄂尔泰能得到这个待遇 一下跟皇家结了亲 特别肉麻的给皇上写信 您就是我亲爹 慈父 严师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看完这儿高兴 欲比猪丕 你自自出于制成 没错 我就是你爹 并且在猪批当中告诉他 说最近宫廷举办宴会 你没有出席 朕特意将自己亲自尝过的好吃的 给你快递到云南 就如同咱们君臣同席 这猪头 这什么肘子 我咔咬了一口 给厄尔泰提 你看上面还我牙印呢 就这意思 厄尔泰这个经略闪肝期间 雍正皇帝命人呢 给他在京城建官邸 咱们讲过 古代没有三宫消费 你这个在京城 你得买房子 你得自己掏钱 京城房价又高 是吧 你想想 京城四环以内的都七八万亿米 是吧 他房价又高 对吧 所以好多这个外省官员 在京城都没有宅子 结果雍正皇帝命令 给厄尔泰建 建官邸 是吧 赐给他很多东西 还亲自去检查了一次 这个不能走国库啊 内务府出钱 结果发现不够精良 下令重新弄 这个百安居的这不行 咱们换别的施工部 等到厄尔泰回来入住新宅 雍正皇帝亲属公众必量的匾额 赐给他 雍正一朝啊 满汉官员的矛盾 其实加剧 皇上是极力调和 重用李卫填文静 也是如此道理 不过呢 汉齐出身的填文静 就算再加上李卫 还不够格跟鄂尔泰分庭抗礼 那么满朝文武当中 汉官的魁首又是谁呢 关于这个人的故事 咱们下一集